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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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你让我伺候太平公主时可没说 她呀 高兴了就练剑 不高兴了就砸东西 而且还要时时提醒她 哪样东西贵重 哪样东西贵重就砸哪样 对啊 她专检贵重东西砸 公主啊 早上练剑 晚上也要练剑 还要你陪她练剑 是用真的保剑 在你眼前胸口晃来晃去的 吓死人了 穆儿 公主 公主 公主昨天晚上哭了 哭了 万儿 太平公主会不会 不会的 以太平公主的性格 她绝不会屈服 弄不好还会自杀 而且会在陛下面前自杀 穆儿 公主是否知道我回来了 知道 我一高兴就告诉她了 但愿还来得及 穆儿 你快回去 将我说的告诉公主去 请陛下传旨 召太平公主上殿 陛下 这是朝廷的大事 是 请陛下传旨 赵邦国 老奴在 传旨 令太平公主上殿 遵旨 让开 让开 快 让开 快点 哎 来看看啊 哎 快来买吧 让开 让开 快 让开 快 让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启禀公主 奉皇帝陛下旨意 有请公主上殿问话 平下 给 站住 我是太平公主的侍女 为公主烧香许愿回来 请您放行 冯飞王签罪军令 三日前任何人不得随便出入 两位大哥 还不退下 武将军要巡视来了 请公主上马 今天我想走走 公主 皇帝陛下还在大殿上等候呢 沐儿派见武将军 你是何人 奴婢是太平公主的侍女 为公主烧香许愿回来 请将军 请将军放行 这 而且心地善良 佛祖 请让穆儿追上他吧 弟子上官 婉儿愿意献出生命 请佛祖保佑 太平公主 阿弥陀佛 武将军 我听说您是最通情达理的 你说错了 本将军一向只管军务 不与别人来往 你倒说说 谁说我通情达理 我姐姐上官婉儿 她怎么会知道我最通情达理 我可是人称冷面将军 姐姐说 武将军从不仗是欺人 他真这么说 放他过去 谢武将军 公主 陛下还在等着呢 当年 我与婉儿在这里玩耍 我用剑砍这些挡路的花 婉儿说 花也有生命 也会疼 我还笑的 今天再看这些花 才知道 他们也知道疼 以后 我不会再看你们了 公主 公主喜欢这花 就多看会儿吧 可惜今天陪我的不是婉儿 走吧 木儿姐姐 太平公主 太平公主在哪 被陛下招上殿了 姐姐 这边进 如果太平公主答应你 朕就成全 如果太平公主不答应 五成四 你又有何话讲 启奏陛下 臣求取太平公主 心意虔诚 但还要太平公主愿意 臣不敢抢求 人生天地间 轻易中如山 自顾 自顾 雾红颜 多火灭 风尘儿 你梦难远 梦难远 梦难回首 黄世事 说不清是悲事 于心 也说不清是愁 民意虚 谁愿抢 人生天地间 情宅最难还 荣若无畏了梦现行 多情女儿泪不甘 莫让回生往事事 千回百车终不回 倒是遥远 却无缘 儿臣参见皇帝陛下 万岁万岁万万岁 平身谢陛下 太平 武成寺上奏 欲娶你为妻 听说你答应我 这朝堂上许多大臣 都不相信 你就在满朝文武面前 说清楚吧 祈奏陛下 儿臣 不能招武成寺为驸马 启奏陛下 太平公主她 她言而无信 启奏陛下 不可听信武成寺的一面之词 太平 为什么 启奏陛下 儿臣听说 武成寺的妻子 是被她毒死的 儿臣不能招这样的人为驸马 陛下明鉴 这 这春是无稽之谈的 起奏陛下 臣也听说过 关于这一段的无稽之谈 你既然知道这是无稽之谈 怎么还在朝堂上乱说呀 正所谓 无风不起浪 要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听说有的地方 已经流传 魏王杀妻取太平的画本了 启奏陛下 这都是无耻小人 对臣的诬陷 请陛下为臣 太平 如果武成寺没有杀妻 你愿意嫁给他吗 我愿意 陛下英明 用不着你奉承 如果你杀妻是事实 自然有朝廷律法等着你 众卿意味如何 陛下英明 启奏陛下 敌人节是朝中断案第一人 此事关系重大 请陛下 请陛下传旨 召敌人节回朝 主审此案 好 准奏 陛下英明 兄长 等敌人节回来 查清楚 不就行了 敌人节这条老狐狸 你我能得得了吗 敌人节寻思枉法 调他不敢 今日在朝堂上丢人 以后我们如何服众 は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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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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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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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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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就没有吧 不用害怕 这件事如此处置 太像婉儿的做法了 婉儿什么时候回来 怪想他的 赵邦国 请陛下吩咐 赏他采卷十匹 赵邦国 真好听 好些了吧 多谢 就你用的办法 都是白川 在这里学的 这样 白川回到日本以后 可以收徒弟了 婉儿来过了 哭了一场 留下石皮彩薄 公主 公主怎样 没事了 他们要等敌人节 回来神力 能为我再吹一段吗 我先不想问你 是什么事 我先不想看 我先不想看 有什么事 我先不想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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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宫安好 这位女子是 迪宫一路辛苦了 老夫老眼昏花 忍不得人了 那迪宫怎知 我是女子 香味 用鼻子闻出来的 此时鲜花盛开 花香遍野 迪宫怕是错了吧 那倒要看一看 这位女子 面色潮红 一定是心有所属了吧 这下老夫放心了 我们的婉儿终于有悲宿了 迪宫 十里以外 老夫就能认出你来 那是瞎说 迪宫这次回来风去了几段 老夫就怕跟你一谈正事就忘了大事 什么大事 你的终身大事啊 这回老夫放心了 其实 朝中所有的事情 老夫虽然远在千里之外 也是心知肚明了 五成四 五成四不过是猖狂一时 何以见得 恐怕是年纪大了 常常想到死的缘故吧 陛下不也是年过古兮了吗 迪宫是国家住室 千万保重 上官大人 迪宫 还是叫我婉儿吧 这是宫室 老年人有老年人的想法 不是你们能够想得到的 既然你想不到 五成四也想不到 现在婉儿已经知道了 可是迪宫又如何会一下想到 老夫贬值期间去看望了嫂子 嫂子待老夫十分平淡 我考教侄子们的学问 也都是一等一的 我就问嫂子 为什么不让孩子们入朝为官 嫂子说 我怎能让我的孩子们 去伺候一个女人呢 迪宫 所以老夫常常想 死了以后 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 迪宫宽心 以迪宫的所作所为 一定会名标轻视 不用说了 老夫也常劝自己 可是没有用啊 话还是让后人说吧 也许是小心 陪户 中协 大のは 神僧 以后 使脑子 вд线 兵 说 这 指投 双奖 唐 你 这 试次 干 brom 悟 爲 万岁万岁万万岁 平身 谢陛下 敌人节 有人称五成四的妻子是被谋害的 朕令你查清楚 启奏陛下 臣有话要当堂问魏王 准奏 谢陛下 魏王千岁 但不知王妃离世多久了 一年 什么 一年 年纪大了耳音不济 千岁渐量 一千岁估计 王妃的遗体会不会坏服啊 大胆 啊 敌人节 你还想开分掘墓吗 启奏陛下 魏王五成四不肯回答臣的问题 启奏陛下 启奏陛下 臣实在不知这遗体会不会坏服 启奏陛下 陛下 如此看来这个案子已经无法断明了 为什么 启奏陛下 王妃下葬有一定之规 一年之间遗体绝对不会坏服 但魏王五成四却说不准 若开关验尸 尸体已经坏服 是对死者的不敬 除非 王妃是被人毒死的 否则就没有其他线索可言 物证已时隔一年 其他证据 就无从查起了 启奏陛下 按敌人杰的说法 分明是将臣看成罪犯了 臣请陛下 致敌人杰诬陷大臣之罪 短案 从来将与案件有关之人看成罪犯 是否定罪 则以人证物证为凭 那么 你的人证物证呢 人证是魏王先遂 可我以王千岁未必说实话 物证已经无从查起了 那你是以什么 明断此案呢 老夫从截止那天起 就知道这个案子不能断 那你为什么 要千里而来 老臣已年遇古兮 还想再见陛下一面 陛下 老臣有负圣恩 不能判断此案 但 看到陛下身体汤健 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此番回到彭泽 就可以 安心地 安心地等死了 老爱卿 无必伤感 就留在都城吧 启奏陛下 既然 敌人节 不能判断此案 臣 推举一人 魏王千岁 此案既然老夫断不了 别的人也一样断不了 第一人节 除非魏王举剑之人 循私枉法 你 陛下 那臣的清白 敌人节 你断案 号称天下第一 难道 就不能为本王昭雪吗 魏王千岁 可能是老夫一生中 唯一没能还与公道的一番 伴王冤枉 请 敌宫明事 老夫无能啊 魏王千岁 你只能背这个黑锅了 就这样吧 敌人节 陪朕武善 谢陛下 退朝 木儿 今天高兴 你陪我练剑 我可不愿意让你打 你给我站住 爱卿 不必拘礼 老爱卿 现在百姓们如何 回陛下 百姓们都称赞陛下的圣德 百姓们关心的是一日三餐 他们哪有功夫称赞朕呢 陛下英明 如今不似以往风调雨顺 百姓有所怨言 看来是朕德行有亏 激怒了上天 请陛下 治臣之罪 请起 请起 那些有罪之人 是不肯说实话的朝廷命官 陛下英明 老臣 再说一句实话 请陛下恕罪 敌人节 你什么时候变得吞吞吐吐的 好 朕恕你无罪 听说 陛下有意立魏王五成寺 为皇太子 那么 五成寺今番 想娶太平公主 也是为了当皇太子 能够顺理成章了 老臣 是为陛下招想啊 自古祭祀 这皇帝祖庙中 可没有供奉姑母的 老臣是怕 立五成寺为皇太子 等 将来 陛下百年之后 皇帝宗庙中 没有陛下的神位 也不会 以皇帝的礼仪 祭祀 陛下 还有 还有陛下的子女 以魏王的行为 陛下的子女 能否延续 还在不测 老臣 实在是为陛下担忧 朕 百年之后的事 就让别人去说吧 不过 老爱卿 言之有理 李皇太子的事 在意吧 玉秀 玉秀 玉秀以后公主回府 玉秀公主请 请 兄长 敌人节这条老狗 几句话 就将兄长的好事 给耽误了 不单是敌人节 朝廷中 那些杀不完的大臣 心里都向着李家 现在 敌人节不肯断案 本王 要娶太平公主 就更难了 兄长 如何咽下这口气啊 今天 几个朝中大臣 竟然不给我让路 本王 有一种预感 似乎 婉儿回来了 小弟也这么想 不管婉儿回来没有 太平公主 必须嫁到我们五家 不打掉他们的锐气 今后 将无法控制朝局 可是 姑母陛下那里 所以 我们这个时候 必须要同心协力 否则 母家将不会有明天 公主进入皇宫后 我收板儿之托 替公主打点府中事务 不诸之处还请多多原谅 由于五成 我 三分两次请婚 陛下担心我有意外 所以让我在皇宫中小住 总算过去 总算过去了 有劳玉秀公主了 玉秀恭喜公主 我摆脱困托 这次都亏了婉儿 玉秀公主 如果是你 你会嫁给你的仇人吗 公主 公主 我还没有嫁人 双手无妨 我们家族中的女人 没有一个能与自己 心爱的人结婚的 都嫁给了自己的仇人 这是命运 也许 我也会嫁给仇人 可惜了你的一生武艺 武艺只能杀一个人 但是军队能毁灭一个国家 玉秀 我儿没有看错你 走 我们较量一下去 玉秀的威莫武艺 只怕让公主见笑了 我会让你看到 公主应该怎样 掌握自己的命运 王帝加冕称王 真是可喜可贺 是 你立即回到日本 转到我对弟弟 百姬王殿下的问候 就说 感谢殿下的信任 我一定不辱使命 是 还有 请殿下拜见左大臣 转到我对日本朝廷的感激之情 是 中川阁下 十分感谢左大臣 同意我与高岛解除婚约 我马上安排你与高岛先生见面 不胜感激 路途遥远 已至耽误了公主殿下 十分抱歉 中川阁下 我能够理解 那么在下告退了 请 金正泽 金成俊 臣在 我已经不是摄政王了 你们回日本 侍奉百姬王殿下吧 臣能愿追随殿下 完成在大唐的使命 恢求殿下 请 皇帝陛下已经下旨意了 太平公主将在武士宗亲中选择驸马 五成四也在其中 这样 太平公主还是有可能嫁给她的仇人 太平公主准备比武招亲 我以为这样不可 这样招亲 太平公主必定会嫁给自己的仇人 看来摄政王殿下 已经有主意了 从今天起 我已经不是摄政王了 从日本来的使者告诉我 我的弟弟已经正式成为百姬王了 公主 恭喜你 听到这个消息 我非常高兴 弟弟长大了 他写信告诉我 这些年 我派人送回去的书记 他都看过了 这样 公主就能与高岛先生 履行婚约了 我与他 已经正式解除婚约 百姬王 召准了我的奏章 决定请求皇帝陛下 准许百姬复国 这一点 我想先告诉你 公主的打算是 这样 我就会成为仁智 我实在不愿意让高岛 因为我而 公主 上官小姐 我与高岛 没有缘分 但愿不是因为我的缘故 有时候 我有一种感觉 我们可能太相似了 如果太子殿下活着 我可能会嫁给他 现在又是高岛 可能就是缘分吧 是 缘分 有机会 我一定会跟你争担 我也绝不会含糊 臣以为 太平公主 应该在我们五家宗亲中 再找夫婿 请陛下 恩准 说下去 五家和李家的联姻 是消除朝廷隐患 是五里两家 昌盛不衰的良策 请陛下恩准 五三司 你三司的如何 陛下 儿臣不懂国家大事 只是近日 朝中的大臣 都开始欺负儿臣了 他们怎么欺负你 他们 他们不给儿臣让路啊 这在以前 可从来没有过的 好吧 就依你们说的 陛下英明 朕不能让你们受委屈 是不是 臣 谢陛下 好 朕为你撑腰 你最想要什么 臣想 整天在大街中间走 叫那些欺负臣的家伙们 都不敢出门 太平 你还有什么愿望 齐作陛下 儿臣生性好武 只希望 能够找到一个 志趣相投的驸马 你生性好武 武家的子弟都会武艺 这一点 朕倒能成全 儿臣请陛下降旨 准许儿臣 以自己的方式 选驸马 嗯 儿臣将用一个谜语 选重驸马 准奏 我从从走来 又从从离去 离别的时刻 两情相依 就像是一阵风 啊 消失的无踪迹 从从地来 又去 多少次多少次 什么爱事 多少次多少次 就像微笑意 難道一梦心 还一梦心 还一梦心 还一梦 舍落清醒 最后一梦心 吻一声 放天大提 此一遍此一遍何时相聚 何时此刻一遍你我何时 何时再能相聚 何时再能相聚 何时再能相聚